向李家超特首進一言,取消劉士辣椒 眾所周知,現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和普京的核威懾、核磨詐 加上由這個戰爭所造成的能源危機、石油危機 掀起了世界性的通貨膨脹,令銀行的加息周期 都未知何時能夠了結,再加上新冠病毒的疫情的施虐 令香港的經濟本身受到很大的打擊 同時由於我們香港緊貼中國內地封關封城清零的防疫政策 變成了跟世界大多數國家根據科學的數據 已經宣佈疫情復原 一切的社會活動和經濟活動都已經正常化 出入境裡沒有再有額外的防疫限制 對比之下我們香港就落後了一大截 所以香港現在的經濟其實裡的危險性、嚴重性、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是前所未有的這麼厲害的 因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這場戰爭 由於中國早前強調中俄有好無上限 中俄合作無禁區、不是盟友勝次盟友 現在普京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的戰爭升級 威脅要使用核武器 會不會引致第三次世界大戰呢? 首先會不會令美國和西方盟國 到頭來因為中國對俄羅斯的取態 但是到頭來就是說我們早前有領導人在俄羅斯訪問的時候表態 對俄羅斯採取的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 採取理解、支持 而乃至是在不同的方面策認這個表態 他們來說對我們加以二級的制裁 而這個制裁又會不會波及影響到香港呢? 所以這些來說都是一個很大的變數 所以我們現在香港的經濟民生所遇到的衝擊 是比之1997年的時候的亞洲金融風暴 是有過之無不及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你作為特區政府 作為李家超特首是有必要面對現實去想出你的 叫做有的放始對政下弱的辦法來加以解決 香港所面臨的困境 僵局不是你任何的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官話所掩蓋的 這件事你一定要直面去面對 好了,所以在前一陣子我在不同的媒體的訪問當中 那些節目當中一再去反覆強調 香港一定要改變這個不合時息的入境限制的政策 因為這樣下去的話 前一陣子還是搞三加四這些隔離措施的話 你對比別人美國、五眼聯盟、歐盟、日本、韓國、新加坡 這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面 他採取那種宣布疫情結束、一切復原 這些措施的時候來說 我們香港就變成一個孤島 繼續這樣隔離 無論是國際的金融持份者、貿易的利益有關者 或者是航運的那些主要顧客、大客仔就會不來我們香港 或者是被之側刺的了 到頭來來說 我們香港的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就會受到衝擊 就會對我們香港的前景帶來不可估量的嚴重效果 所以我前一陣子就大聲疾波向港府 就說如果我們再不去通關的話 我們香港就會變成臭港就會變成死港 面對我們的競爭對手、新加坡 我們只能夠是圍冤區遇、圍蟲俱著 所以在社會輿論和廣大工商界的一致的吶喊下 總算李家遲特首和特區政府從事如流 現在就將早一陣子的三加四隔離入境措施 改為離家山 我們很希望裡面盡快調整到零加零 在做好各種的 比如戴口罩、勤洗手、小聚集 以及提高疫苗接種率 這些措施的配合下 我們去到零加零的時候 就容易重振我們香港作為國際相負輸流的洪峰 但是改革開放不是十全十美 它也有它的毛病和偏差 而我覺得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只搞了經濟體制的部分改革 沒有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配套 所以前總理溫家寶在他最後一次的人大 記者招待會裡面曾經五重心長地說過 如果只是搞經濟體制改革 不去推動政治體制改革 這樣經濟體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會得而復失 類似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 也會有機會重演 好了 那麼我們是在中國裡面來說 近十年來的發展 就看到了這些苗頭了 特別是現在中共中央已經決定了 在10月16日舉行中國共產黨的 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 但是恰恰是在這個中共二十大召開前夕 你看一下 正部級的中國歷史研究院連發三戰 一篇文章就是為閉關鎖國翻案的 一篇文章就是重新鼓吹階級鬥爭的 一篇文章就是為義和田的盲目排外 說成是正義之詩的 此外在內地的輿論場裡面 還有為人民公社平工擺好的又有 說上山下鄉的政策 這個是正確的 貼一些標籤的又有 公開裡面 事隔三十一年 竟然是走到草身去問 改革開放要問性社性知 共產黨的軍方的問題 又提出來了 另外還有有人公開叫囂 美國就是敵人 有些人還說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 今後不可逆轉不可改變的主要形態 就是衝突 脱勾乃至战争 所以中国要做全面的战争准备 这样去叫嚣 甚至在八月初 美国众议院院长佩洛西访问台湾 对中国进行一个政治挑衅的时候 有些人不是在政治上 舆论上加以评击 而是反过来在鼓吹什么 要叛飞 要击落 这样挑逗中美之间的战争爆发 所以这些是极左的东西 一连串 不是说山雨欲来风满流 直接是黑云压城城欲吹 所以人们不禁要问到底这些极左的思潮 共系统这么全面 他们想将二十大之后的中国引向何方呢 所以我认为在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 不管是谁去掌舵 都要按照中共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到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规划 就是说对过度集中的权力要进行监督制约制衡 因为政治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 权力产生腐败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 但是如果我们不对这个绝对的权力进行限制 进行制约 进行监督的话 他很容易会走向反面 那些权力过度集中 人质 个人崇拜 这些脑无命 就会重新沉渣发起 甚至主导整个思想界 到头来说 整部国家机器就会失去了自我抖创的机制 就很容易会对形势误判 然后里面采取了错误的战略方针 以后会形成了一个颠覆性的历史错误 让我们国家和民族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所以这些都是作为我们在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当中 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置 去加以去改进